現在是要讓球技好好的來收穩也是很值得注意的部分 五代豪外線出手 哇 開始就在外線開砲 而且我們看 就是要往裡面去的 謝忠龍其實第一時間是掌握到球的方向 你看最好 哇 這邊很快 真的是個人的力太差了那麼一點 張博生要往下交給Tiler的時候 直接被五代豪給撈掉 歐蘭豆 Johnson 輕鬆的灌籃得分 這個沒有辦法 必須慢 他身上直接扣進了 這個浦冠啊 只會票價一半 歐蘭豆外線出手 哇 節奏慢下來 再配出去 歐蘭豆強勢的要來挑戰Tiler 張博生又是扣籃的機會 但這隻沒有 歐蘭豆強勢很聰明啊 直接用撥的 撥給OJ 石靖堯 連隊陳盛翔 往裡面開 轉身起來 這一次Tiler沒有辦法做後面的協防了 是Tiler雖然已經 真的是越打越穩定 尤其出手的穩定度啊 品質是非常好的 歐蘭豆墊布起來之後 最後已經穿過了 陳盛翔兩個人身上 歐蘭豆 右邊45度角 這次也有 當然 屠原是少數喔 單陽將的時候 選去8比1 歐蘭豆 用著謝忠龍 收球之後交出去 石靖堯 哇 在右邊踢腳 有機會來挑戰4分打 這次標準的表情 今天很多次都是被 他贏的全員 直接直接刷上來 進攻籃板 這次屠原交下來 陳冠全交給中路跟進的 歐蘭豆強森 今天真的都靠歐蘭豆 江城個人一個人在撐 所以其他人啊 如果要贏下這場球賽 必須啊 這獨立啊 來告訴大家 有他一個人就夠 先好要交給歐蘭豆 這球危險 沒有超掉 但現在空間清開了 因為泰勒倒地了 是 這沒有辦法 泰勒倒地 這個時候籃下都是歐蘭豆 這邊球掉了 沒有賴到犯規 這邊是歐蘭豆的開攻 不會單手冠來得分 他拿開了這個速度啊 因為現在剩下2分多鐘 這個犯規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這個 泰勒要來操 反而是露出的碰撞 背後給球 歐蘭豆面對的謝忠龍 硬硬硬 但謝忠龍膽識真的夠啊 對 機攻機率 時間剩7秒 歐蘭豆來處理 先進來交出去 胡戴昊 腰飛起來 結果 哇 是 忽冤啊 在第四節啊 一度雖然是被泰勒追成了 63比 阿滴 會被善 有些人 遇到